大家好呀,我是花猪 本期带来的是3.7所有活动详情 希望每位朋友都能轻松拿满奖励 很请大家用免费的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花猪 祝所有朋友好运连连抽卡圆梦 关注花猪 有心底原神问题都可以问我 闲话少说开始吧 3.71共有5个活动 总计可以拿到2260元时和一把绝版满精炼私心弓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大活动决斗召唤之巅需要等级三杀二级 完成以上魔神和世界任务 新人可以用快速体验 不会影响奖励 活动分为4个小活动 一个是跑酷吃金币 非常的简单 第二个是打牌对战 对七圣召唤不了解的朋友不用担心 难度比平常打牌的要低 第三个横动系画 需要我们安装齿轮 让全部齿轮都运转起来 这个可以直接抄作页 第四个怪物挑战 选择好buff进入副本打怪就行 非常非常简单 接着是神功天巧复刻 我们需要先挑战完成官方副本 然后就能自行设计副本了 通关后可以分享给其他玩家来体验副本 然后是打boss挑战活动 一共三个敌人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难度来挑战 当然获得积分也是不同的 新人朋友请放心 原始肯定是能拿满的 接着是一神的猜想 这也是纯粹送原始的 进副本拍照打怪就行 非常非常容易 然后是七圣召唤的新玩法 3.7会开放四位七神的卡牌 同时增加一个圣冠知识挑战 需要赢得五场对战的胜利 失败三场就要重新来过 这个是没原始奖励的 对不打牌的朋友没什么影响 同时还新增了和圆魔对战的活动 可以自行选择增加难度 对喜欢打牌的朋友是好事 最后大家可以点赞投币三连支持一下花猪 还能为想抽的角色和武器积攒欧气 我每天都会分享星体原神攻略和星雄原始活动 点个关注就不会错过了